它上来一点点把平均线先缩小 现在我要讲的是趋势线 好 一样点卷分析底下趋势线打开 可以吗 但是 但是我真的会比较希望说 你们要学会画出这样子的趋势线 跟这样子的趋势线 两条趋势线 可以 这边必须要写函数 好 所以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说 这12年 中华民国进口值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是逐年上升 可以吗 但是你讲这句话 其中这个2011年到2016年是不是刚好有一半是错的 你觉得对不对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好 所以我才会说最好是把它改成两条趋势线 第一条在这边 第二条在这边 这样会更好一点 好 接下来我要继续咯 接下来我要继续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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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